由于美联储主席耶伦在沛城世界事务理事会就经济检警和货币政策发表讲话 耶伦称当前的货币政策姿态总体适当是轻微宽松的 经济积极因素超过负面因素 预计通胀率假以时日将升至2% 耶伦表示5月份美国就业报告令人失望 而且令人担心也不要对于1月份的数据过度的解读 而其他劳动力市场的指标是更加的积极的 耶伦强调经济积极因素超过负面因素 耶伦崇申如果条件满足循序渐进加息可能是合适的 cleM 가지资格和基因素獨得一 Reich 以及依然集团的卷量 请不吝点赞拍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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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请不吝点赞拍摄